你别多想啊 我就是给你上药而已 好了 这药有点疼人 你忍着点啊 谢谢你救了我 你这么跟我说话 我还不习惯你 我自己以为为你 为什么他靠近我的时候 我的脸会疼 好了 小点 现在到你了 小点 现在该给你上药了 小点 这是我刚给他取的名字 你舅的小动物都是随便取名字的 也不全是吧 特别一点的才取呢 那谁最特别 嗯 最特别的 当然是 那既然如此 叫他画点吧 画点 画点也挺好听的 那你以后就叫画点好不好 画点 白蛇 白蛇也是报案 若依此书 下雨了 天公不作美 不然下起了雨 给 谢谢啊 你不和我撑伞通行吗 你拿着就好了 行 虽然跟书中不一样 但总算撑伞通行 虽然跟书中不一样 好 好 雨停了 哦 你的伤口都淋湿了 你在担心我吗 我等 等会儿帮你包扎一下 好 用书里游湖借伞的章节 他态度果然不一样 看来 看来 这般书里的方法 才是正确的 这就是罗锋阁 也太压抑了吧 新生之元神到人间利劫 都要当多风格 你看在我俩相交六百年 朋友一场份上 就别让我们喝芭蕾饮了吧 在千泪川喝下段音时 送上的芭蕾饮 忘记往事 下团到人间 为情爱受罚 愚蠢之鸡 祖你们再许前缘才是对你们好 不必谢我 罗锋阁阁阁如雪千雪 冷面无险 从不许死 他们再许死 至于是 专门 摇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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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 太丢了 不太丢了 你来得好啊 太丢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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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子 可否扶我一下 公子 公子 公子